你是当局者迷吧 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谁说男生不能喜欢男生了 我就喜欢男生啊 兄弟 给你看点哥们珍藏的 好东西 什么东西啊 能让你理解爱情的好东西 这这这这卧槽这什么情况 这这哪里是理解爱情 这完全就是 石头 下次见到他 我非揍他一顿不可 太缺德了 不行 我明天 明天就去找石头算账 陆哥 你说宵夜之后向我说起你 我该怎么说呀 你就说 你没打听到 陆哥你不想见他吗 我答应了别人要远离他 可是你 好嘞 我去做饭了 哦 我去做饭了 哎 我去做饭了 是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都下午两点了 这个该死的石头 害得我昨晚失眠 石头 吓我一跳啊你 你说 你昨天给我发的是什么 这 就是 我错了 这不是看你不了解 说 等等等等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以后不敢了 你今天不用上课吗 这几天没课 不想去学校 没意思 是不是没人跟你斗嘴了 所以你才觉得没意思 也不全是吧 你就嘴硬吧 你要是没事的话 一起去吃饭啊 那走吧 就先这些吧 不过我们在家 好嘞 两位稍等啊 给 小爷 你知道我喜欢男生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恶心啊 你喜欢男生是你的事情 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又不影响我们交朋友 那就好 小爷没有反感 看来路哥还是有机会的 卧槽 你能不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搞得好像你对我有意思似的 那万一 我真的对你感兴趣呢 你信不信我打爆你的头啊 开个玩笑嘛 路哥啊路哥 你怎么就喜欢这么狠辣的煮 你有什么 没 没入什么 来 菜齐了 慢用啊 来 吃 对了 路晴你打听得怎么样啊 兄弟 这二十四小时都不到 我能打听到什么呀 再给点时间 再给点时间 怎么 你很想见他呀 谁想见他呀 我就想知道 他为什么搬出警社在外面住 别欧了 快吃吧 哎 哎 哎 石头 你在这儿住多久了啊 一年多了吧 你不上学吗 我早就不上学了 为什么 家里没人管我呀 得赚钱养活住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我都已经习惯了 明天晚上会过 而且我现在生活也挺开心的 路晴 小大少爷来这儿做什么 要你管 我来找我朋友 不行吗 石头 路哥 他想过来看看 没想到会遇上你 路哥 你们认识啊 石头 你骗我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是我不让他说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们的关系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住在一起 我和他 我们在一起了 什么 路哥 你在说什么呀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 你要敢说真话就死定了 路哥的眼神 你们要杀人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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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什么 是 我喜欢路哥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路哥帮了我 慢慢的 我开始喜欢路哥了 我费了很多心思 才让路哥 答应和我在一起的 那那你为什么说不认识他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是你说讨厌他 可是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所以我 这 就 这 原本知道你喜欢男生之后 还担心你吗 没想到 你喜欢的人是路晴啊 小爷 哦 对了 我想起来我晚上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们也赶紧回去吧 再见啊 陆青 你是不是想要他死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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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哥 你没事吧 路哥 既然喜欢他就告诉他呀 为什么还要故意把他气走呢 我觉得小爷他心里是有你的 不说这个了 我爸今天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陆叔今天挺好的 你放心吧 嗯 陆青竟然不声不响的就找了男朋友 吵 难怪他说自己不喜欢苏举荣 原来他喜欢男生 那他对我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够狠 喂 你到底有没有事啊 小爷 不愧是我看 陆青喜欢的人 不愧是我看 作者 有没有事啊 不愧是我看 怎么喝这么多 心情不好啊 谁惹你了 没有啊 我很高兴啊 陆青有男朋友了 我来庆祝一下 陆青有男朋友了 你们终于在一起了 我 不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那他和谁在一起了 不可能啊 你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他那么喜欢你 怎么可能和别人在一起呢 他亲口承认吧 他们还同居了 怎么可能会弄错 如果他真的喜欢别人 当初就不会为了你和别人打架了 为了我 和别人打架 对啊 一个人打一群人 什么时候 他跟谁打 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上次 你在卫生间打完架杯大回家之后 陆青又找到那人包箱去了 把他们狠狠揍了 是他打了肖南 后来老板害怕担责 开除了他 我想保护 他打了肖南 但是肖南什么都没说 我以为你俩已经在一起了 是陆青和他说了什么 怎么他突然冒出个男朋友啊 小爷 小爷 什么 陆青没和你说吗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那他肯定不想你担心 所以才不想告诉我 但我确定他喜欢你 之前你们还在这边上班的时候 我有问过他要不要我帮忙追你 他怎么说 陆青说他想自己来 他想自己来 他想自己来 就是什么都不告诉我 独自承受一切 你愿被我误会 陆青这个傻子 看小爷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肯定是喜欢陆青就不自知 不行 我得想办法帮帮他 上几杯烈酒 好的经理 别难受啊 我请你喝酒 谁难受吗 我不难受 对 你不难受 你是替他高兴 来 喝 来 今天 不醉不归 对 这 上哪儿去啊 这哪儿 去哪儿去哪儿 慢点 小心点 你来 喝啊 喝啊 喝什么喝 看看你醉成什么样子了 别哭啦 善儿 谁说我醉了 我没醉 我酒量好吃呢 进来 你啊 喝不过我 我能喝八下一桌子着 我能 都给我爬下 爬下 你慢点 是王 你那床好 我要睡觉了 我要睡觉了 睡觉 睡觉 就像路晴 你也是个傻子 路晴啊路晴 姐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剩下的 就看你自己了 路晴 老秦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要和石头在一起 不喜欢我的话 你又干嘛要招惹我呢 小野喝醉了 嘴里一直念头 雅尚酒店1314房间 速来 我会远离他的 希望你说的做到 林乔 小野喝醉了 这是地址 在吗 林乔 看到消息的话 尽快去一趟 我担心他出事 都这么晚了 林乔会不会已经睡了 不行 我还是去看看吧 一三一四房间 应该是这儿吧 小野 小野 你在里面吗 怎么不锁门啊 徐经理 小野 来 就这么睡着了 我心真到 心真到 好的 水 我想 不要喝水 还是睡着的时候更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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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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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会儿 喝水 这会儿很幽队 你不喝了 陸晴 陸晴 我竟然会梦到你 陸晴 我又这么想你吗 当成梦也好 好了 睡吧 你来了 阿爷呢 喝醉了 睡着了 怎么突然就喝醉了 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 阿爷 阿爷 别着 别着 谢谢你照顾他 我来了就不用麻烦你了 也希望你能够信守诺言 离阿爷远一点 我当然记得 但是如果你不能在他需要的时候立刻赶来 那我不会再放手了 放心 你之后不会有这种机会的 啊 什么 阿爷 怎么了 不舒服吗 嗯 头晕不晕啊 来 好了啊 盖好被子 别着凉了 嗯 拜托你了 照顾好他 我会的 难受啊 谁让你喝酒了 还喝这么多 嗯 你不难说谁难受 小婷啊 你为什么会要和石头在一起啊 你为什么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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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送我一个玩偶啊 啊 这有什么路啊 梅花路 你不是喜欢叫我小路吗 这只小路代表我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让他替我配在你身边 嗯 下期这么长 作业之后再写 我们今天去游戏厅玩 啊 哎 你不怕再被抓到吗 哎呀 快走啊 你你 待会人又多了 我好喜欢这首歌啊 但是它好悲伤啊 啊 只是一首歌而已 喜欢就好 不用想太多 那好吧 等我学会以后 唱给你听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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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叫 小叫 哎 小叫 你你你你 我 俺 快把你拍赋了 我 你 小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怎么在这儿啊 别难受 我请你喝酒 你是替他高兴 今天 来 喝 无罪不归 被经理忽悠了 瞧瞧 行了 还有不舒服吗 还好 就是头有点疼 来 喝点风水 好 对了 瞧瞧 你怎么在这儿 是陆 是路人打电话给我 说你喝醉了 那你是昨晚就在了吗 是啊 怎么了 没事 我还以为是陆清来过 原来是做梦 我去洗漱啊 你等我一下 我去 不如陆清 你不在这儿 你不在这儿 我去 你不在这儿 你 devil 你不在这儿 我去 你不在这儿 你不在这儿 没有 没有什么情况 这种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 又挂我电话 算了 问陆清也问不出什么来 我问萧嫣 小焦 我出去接个电话 喂 薛经理 喂 小焦 昨天晚上和陆清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什么进展到哪一步啊 昨晚你喝醉之后 我就让陆清来照顾你了呀 他没和你说什么吗 他来过 原来不是梦啊 怎么了 哦 没事 我家里给我打电话了 陆清明明也去了酒店 乔乔为什么瞒着我 明明之前走到哪儿都能看到陆清 为什么现在他开始故意夺我了 他昨天去照顾我 却在我醒外之前离开了 他到底在做什么呀 小野 你怎么来了 我想找下陆清 陆哥他 你找他做什么 有些事情想问他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 不太方便 小野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 总缠着我男朋友做什么 他对你根本没有意思 都是你一厢情愿 你自作多情 你 石头 你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演技真的很差 什么 你说谁演技差 不对 我没有眼 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别走 你把话说清楚 陆清和石头都奇奇怪怪的 瞧瞧也不对劲 好像 是从我晕倒之后 大家就都变了 请七十五号 宵夜到三号 就诊室就诊 小野 医生我是来复诊的 这是我之前的病历 最近恢复得怎么样啊 这几天还是有点头晕 不舒服 尤其是早上醒来的时候 还有其他症状吗 没有了 现在的头晕 是恢复时期的正常现象 不用太担心 平时注意休息 脑部不要再受到撞击就好了 脑部撞击 对 你的脑部之前受过创伤 导致记忆丢失 晕倒了 也是因为被唤醒了之前的记忆 受到了刺激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我爸没有 乔乔也没有 不需要太担心了 回去好好休望一段时间 就没事了 医生 怎么才能恢复记忆 一下子恢复记忆是不太现实的 而且你现在的情况 不能受刺激 最好的办法 是通过身边的人 帮你循序渐渐地恢复记忆 好的 谢谢医生 不客气 直接去问乔乔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 说不定还会阻止我 石头那个傻药 看起来比我知道的还少 我爸 我爸 芭城又找到人 就算见到我 也只会骂我 那就只有陆晴了 今天必须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 陆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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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会有意 哪怕于离 只对离 踏实魂灼中 最清零空气 陆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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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鸽头温柔触底 爱会将自我主意 西施灵魂 从缠绕彼此去完成一次 去连切无人知的神迹 请问瞬间安抚暴力 却让今世永久消灭 你听谜题 心脏为你慌乱 鸣地 却不是私底 是要苏醒的心迹 只一眼就能结束休眠期 人凭命运降 它从前一粒玻璃 却仍会再一次想起 每朵玉米地 它是最坚定唯一 是不可能更改的单选题 被规则排挤 人是最正直轻易 比护爱人最小天地 爱会将自我主意 西施灵魂 重缠绕彼此去完成一次 剧烈切无人知的神迹 请问瞬间安抚暴力 却让今世永久消灭 你听你听 心脏向你指引 爱是最慷慨的自私 心里渴望能够像一致 去完成一次 尘寒且不虚致的陷阱 占据这最核心位置 将生命的拼图走起 你听你听 灵魂为你永远献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